欢迎来到恭喜发财一个离不开投资理财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之前你诚心诚意的播放了 就请你大发慈悲的订阅吧 今天要来介绍第一家自中国投资石化厂的台湾企业 合同 国标大为1714 2012年1月18日 国家收盘为11.25元 国家金字笔PBR0.99 本益笔PER21.23 合同化学成立于1980年8月 总部位于高雄市人物 主要经营多余的名存类 具有存型非离子见面活性剂 乙存案类、乙权、义务释存 正玩鼠厅、正希厅等7项产品之制造加工及买卖业务 为亚洲最大的清洁剂原料制造商 1993年公司绝育多角化经营 投资建造乙缺冠状厂 水泥熟料研磨厂 2004年2月转型成为投资控股公司 更名为合同投资控股股份一线公司 2006年绝育与子公司合同化学进行合并 合并后为存续公司 同时再次更名为合同化学股份一线公司继续上市 合同水泥、合液、铜宝、国工石化科技、圣台石油、赛亚基因科技 营收比重分别为化学制品79%、油品17%、水泥3% 公司产品为一、正玩鼠厅主要应用在清洁剂、如洗衣粉、液体洗涤剂 二、一玩鼠厅属于环保涂料及金属加工之基本原料 其低毒性、低味道之特殊性符合环保需求量不断成长 且利用生产正玩鼠厅之副产品脆与油为原料 成本具有优势 三、油品 公司在台中港西码头石化专区 设有油料产品厂及专用码头 结合两岸创除、加工、贸易、物流四项功能 采取两岸分工和坐姿方式销售 产品内销比重为6% 外销占约94% 其中大陆市场占约72% 东南亚市场占约10% 客户包括宝桥、联合利华 此外另一产品已缺 台湾每年整体需求量达3500至4000吨 主要由合同、远容气体及其他数家小厂商提供 合同在台湾已缺市场占有率约60% 情况方面 前董事长设证交法 涉嫌在经手海外交易业务时 放宽对公司客户的收款条件 给付高额佣金 董作于2016年担任合同董事长兼总经理期间 突然决定放宽 延长海外客户的收款期间 甚至还提高给介绍商的佣金 害合同化学成本提高 还收不到钱损失约5亿元 此事件于去年11月爆出 但公司于6月就解任前董事 由新董事张立秋先生任职 希望新董事长能够带领公司回归营运轨道 接下来看看股利政策 没有连续配息 公司于21年配息0.7块 以目前股价值预计算为6.1% 如果以配息方面来看 不适合存股 此股介绍的方面会以低档价值股作为介绍 而今年Q3获利为0.73块 预估21年可以获利1块 再乘上去年营运配发率为41.7% 今年预估配息为0.12 再除上现在的股价值预为3.7%相当低 所以就不适合新手存股 此长较适合喜欢买本金比不到一倍 愿意等待公司获利回升 耐心等待股价喷发的好友 获利中况2020年全年获利1.68块 RE15.9% 公司在12年至19年区间获利非常低 而在20年后 EPS获利爆发上升至1块以上 主要是公司营业利益上升 从原本长期不到5%的公司 跃升至14.1% 是公司找到获利回升的关键 此外21年营业率也维持在10%以上 虽然Q3获利累计为0.734衰退 但目前已连续两年维持营业率 代表公司获利回归正常 加上国际油价持续走强 未来对公司获利也有正向帮助 只要能够维持住成本 获利继续稳定在1块以上 以本益比12倍来看 就是被市场低估 股价就能逢低布局 这很负债 每股金只12.32块 现有量66.8% 以股金比来看不到一倍 股价仍被低估 此外公司在存货方面 缺化很快 也让公司的手上现金比例开始变高 对于这种石化产业来说 是很好的事 不会因为市场价格不动 影响存货低价损失 再可以看到 此间亮点为基金投资12.6% 跟16年的3.72% 比较明显上升快越4倍 所以公司发财翻越财报找出亮点 根据2021年Q3财报显示 合同持有网道银5.1000张 持有成本为7.6块 而最近银行股表现强势 网道银股价亮灯涨停至9.14块 公司虽没有卖出 但占面价值却多出780万 再来公司持有母公司合议化工2.9万张 成本约20.45 但我们可以追踪到20年的Q3财报 公司在当时就持有2.9万张 而成本价为13.45块 再来看到合议股价走势 去年Q30股价尚未起涨 但到了现在股价为24.55块 也代表为子公司带来3.21的账面价值 如果获利了结将贡献EPS0.32块 不过还是依公司决策会不会卖 我们无法得知 请投资朋友持续观察 持续分析方面 400张至8百张为4.81% 8百张至1000张为1.53% 超过1000张为55.11% 三个大户占比总和来到61.5% 散户持股比例10张以下为10.2% 持续分析为12.4% 持续分析可以看到 21年W39周当时50张以下散户持股比为13.8 10.8 当时的千张大户为50% 而到了现在散户持续下车 这些筹码全部流向千张手上 持股比大增5.1% 对于股本百亿的合同来说 大户增加5万张持股 对于未来的股价走势有帮助 毕竟当筹码干净时 都集中在大户手上以后 股价要拉就只是时间问题 此外外资在去年12月大买13天 持股比从18.7%拉升至21% 对于公司的股价是否会有利多 值得我们期待 毕竟外资会大买就有机会 再反映外来的行情 接下来看看公司股价越前行走势 黄色区间为昂贵价 橘色区间为合理价 绿色区间为便宜价 目前股价在便宜价 基础主首先看到10年线准备成绩上扬 对于一只曾经股价有到45块的股价来说 现在的股价躺在地板 此外公司自15年开始盘整到20年 时间约5年 而后开始在底部爆大量起涨 以目前走势来说只有第一波 只要公司未来获利维持 加上题材出来 将有机会去挑战11年的高档压力 以目前股价不到BPS来说 股价都呈现被市场低估 未来投资人可以等KD黄金交叉 说不定就是技术面的好的布局点 总结来说 合同为化工大厂 合同的厂商都是知名大厂 如PMG或联合力华 公司为全亚洲最大清洁剂原料供应商 也跨足石化产业 以目前国际油价持续走强 对公司未来营收也有很大帮助 此外合同与中碳 都为负集材料供应商 公司2011年就早已开始布局 煤加油加工业务 而煤加油的副产品软利青 可制成离电池负集材料的借向利青粉末 以现在电动车的热潮持续火热 未来将带动借向利青粉末 需求持续成长 也将带动公司获利成长 最后就是等待公司搭上题材 股价喷发 以上给大家参考 最后光景发财不忘提醒 投资以财有赚有赔 请谨慎买卖聚当韭菜 想要不当新手小白 就请订阅恭喜发财 今天的五分钟看个股就到这边 图片资讯来自台湾股市资讯网 内容资讯仅供参考并无推荐买卖之一 投资人因自行产生交易风险